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公务员禁用iPhone的事情 第二个话题是降箱拿铁的事情 最近传出了一则消息 说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国企高管不可以再用iPhone了 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 有这个国家的法律或者法规 有这样正式的红条文件下来,没有 只是说现在在传说我们不让他用了 而且现在已经问了美国那边国家全顾问 奥沙利文说你准备就这个事情 跟中国政府的官员们沟通一下不 奥沙利文说我们也没法弄啊 人家也没有正式的文件下来对吧 咱们准备等一等看,看看后面怎么办 现在要静观其变 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对于这种复杂系统缺乏信任之后 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控 因为像iPhone这样的东西 或者包括像任何手机那样的系统 其实他的系统是非常非常复杂 你说我能够保证他彻底安全 这个非常非常难啊 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就会传出中国公务员禁用iPhone 但是这一次的中国公务员禁用iPhone这件事呢 到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看到说谁为这个事情负责任啊 没有人 因为你如果提姆库克到中国来了 可能还是会有非常高规格的接待 不能互相打脸啊 对吧 中国公务员永远是想办事情 也不想担责任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事情依然在流传 但是呢 他也不会去说制止 说我们不要传这个事啊 不要瞎传 不会干这事 除非就是提姆库克现在又来了 可能会稍微停一停 那除了这样的缺乏信任的事情之外 还有什么呢 其实禁用iPhone这个事 不是从今天开始啊 就一直都会有 这个我记得可能三四年前 就有人说要禁用iPhone 后来发现安卓更不安全 所以大家还是继续使用iPhone使下来了 最近有一个比较有气的事就是杭州不让特斯拉上高架桥 后来说你这个因为特斯拉啊 有哨兵模式都是靠摄像头的 你就不要上去 请你配合一下啊 这个也是最近出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今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神的事 是好像是武汉还是哪个高铁站 让因为特斯拉开进去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要封闭整个整改啊 因为你们已经有特斯拉进去了 甚至还有很多的小区里边呢 也是不让特斯拉进入啊 或者说专门划出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坐这个特斯拉的停车区啊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地方 这个也是一个对于复杂系统缺乏信任的一个表现 还有什么啊 比如说英国外长访华期间 真要去接受反间谍培训 你到中国来吧 你自己的手机电脑所有这东西都别带了啊 我给你发套新的 等到中国访问回国之后 把所有这些电子设备 电脑iPad什么手机什么的 物理销毁啊 你再去拿自己东西再去用 这个呢其实都是同样的事情啊 一模一样 只是呢 有些呢是摆在名面上的 英国这个就摆在名面上了 而且也被他们这个国内的报纸所报道和嘲笑 咱们国家这些事呢 就好多都是这种 第一个叫潜规则 第二个呢叫谣言在流传 但是呢不允许辟谣 第三个各层领导啊 或者各层执行者 自行理解公务员禁用iPhone这个事 不会有正式法律 也不会有正式本 所以美国拿这事也没办法 你说让美国安全顾问说 你找中国人谈一谈 没啥好谈的 人家也没下文 我跟人谈什么 你说我要谈一下说 请注意一下你们民间的这种倾向吧 这个事情是会自取其辱的 因为前面中国人往这个日本大使馆上 大概是扔石头 还是扔什么油漆罐 日本的记者就去问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 你们是不是准备啊 出一些办法来去控制一下民间情绪呢 当时好像是汪文斌在上 他就讲 日本人啊 排核废水是怎么怎么样 议诚词言了 讲了半天 最后呢 丢了一句 我们中国人也是有这个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的 当然我们会保证所有合法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人身安全 大概补了这么一句 你要不仔细挑 你未必能把这句话找出来 所以像这种民间开始有这个民怨沸腾了 他呢不会说什么 但是呢 回来看 你如果让他说你纠正一下 你弄一下 也就是自语其辱一下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 老佛爷时代的那个义和团 对吧 你说这事是朝廷的吗 不是朝廷的 他们自发的啊 但是老佛爷也不会说说你们去烧杀抢掠 你们去把这个英国人使馆烧了 他们也不会说这话 基本上就这么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属于叫大家自己领会 属于一个潜规则 看批谣的态度 这一次呢 基本上就没有批谣啊 也没有任何人说这个事 有还是没有 中国的事情 很多就是你认真批谣的 这个事呢 八成是真的 不允许批谣的 九成九是真的 对吧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好处是什么 不会有人和人承担责任 这个也有可能呢 突然就变成伤害感情的事情了 像现在我们就要求 身上穿的衣服不对了 对吧 说话说错了 伤害民族感情了 你就要去接受行政处罚 罚钱 或者被行政拘留啊 现在是这个行政处罚的法案 正在审议 那么这一件事情呢 其实后面是商业的问题 什么是商业的问题 大家知道 以前有很多iPhone 其实是政府采购的 甚至很多公司说 我们要采购一些手机 比如说作为礼品 来赠送一下 火锅店开店十周年 税务局送他的 纪念小礼物 一个iPhone 这事没毛病吧 但是这个可能 现在iPhone有点贵啊 这个送iPhone差点意思 但是所有这种政府采购啊 或者大的集中采购 你再去采购iPhone 这事都没戏了 不允许了 其他的呢 就要看这个 到底有多少转化了 到底到时候我是转化成这个 华为啊 还是转化成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不好说了 华为呢 今天是又在Mate60 Pro之后 加了60 Pro Plus 就加了号 还做了一个华为Mate X5 就看来呢 就是他们这个麒麟9000S 这个芯片还是蛮多的啊 所以又出了两款新手机 接着在这折腾 高端手机市场 其实呢 iPhone基本上是无可战胜的 你看iPhone就是从5000块钱往上的手机 基本上全是他们家的 华为 小米 OPPO 微博本来是想在这块站一块的 除了华为 大概在被封禁之前 还是有相当市场份额之外 其他小米 OPPO 微博实际上都没站上 所以现在呢 是小华为在杀回来 说我要重新把这个高端市场 再站上去 全球的手机市场 实际上都在萎缩 2022年中国一共是卖了2.86亿台手机 同比下降了13.2% 中国这个手机已经卖不动了 全球一共是卖了12.1亿只手机 同比下降了是11.3% 到2022年全世界的手机都卖不动了 iPhone呢 还算卖的好的 因为iPhone呢 整个的比例在上升 iPhone卖掉了多少 在中国卖了是5432万只 还大概上升了0.1% 或者1%这样的一个水平 在全球是上卖了2.32亿只手机 叫iPhone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 因为这是整个手机行业里头 利润最高的一块 就真正最挣钱的这一块 都被这个iPhone给吃了 现在华为说 我现在想吃这一块 那你就得想办法 把iPhone的份额挤掉一些 华为呢 现在 就是他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其实Mate60 Pro的这个备货是 1500万只 或者是1700万只 你说我去挤小米 挤什么OPPO Vivo 挤什么这些玩意 你挤不掉 因为原来他这个 6999的这个档次 他就没有挤个机器 或者卖的也很少 你要想在里头出1500万只 你只能是 在iPhone中国的5432万只里头挤 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 这只是华为60 Pro 然后还有华为60 Pro Plus 对吧 还有华为X5 对吧 就是这种折叠屏的华为手机 都要上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把这个5000多万只 至少把它挤掉1000万只出来 那么才有华为这些手机的这个市场生存的空间 否则没有 你不可能说我造出了一个华为了 你这1000多万就是原来不买手机的人 或者原来买2000块钱手机的人 现在突然这个脑子一抽出去 我就花7000块钱去买手机 这事不现实 当然也万一有人忠诚的 这个咱们就不研究这事了 所以抑制苹果在中国高端手机市场的份额 对于华为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对于其他人的好处其实是一般 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对于华为来说 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一个事情 制造谣言 或者任由对自己有利的谣言传播 华为从来都是这么干 讲一个案例 比如说原来大家都在传 华为有这个中文编程语言叫苍吉 因为苍吉造字 华为说我做了一个编程语言叫苍吉 一般人就说了 这个编程语言是中文的 可是这个谣言是不是华为内部的人放出来的呢 不知道 有可能是 有可能不是 因为我没有真凭实据 但是呢我也跟华为内部的人说了 我说既然你知道是假的 为什么不去批谣 华为的内部的人说 这个事反正对我有利 愿意信 那么他们就信呗 我为什么要去批谣 我就这么耗着 就这么搁着搁着 所以呢这个公务员禁用苹果手机这件事情 到底是上面有意思传达下来的 还是说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谣言 但是他就这么传起来了 而且华为完完全全是有能力有力量 让这些批驳这些谣言的人 没有发生的渠道的 所以从商业角度上说 谁获利最大 谁就是最有嫌疑 这个事可能大概率就是华为干 这是第一个商业问题 第二个是面子问题 iPhone呢 是具有极大的社交价值 你说谁拿一个iPhone上街 大家觉得 这个人好像过得还可以 对吧 在直播间里头 定期抽奖 没有人抽华为手机的 大家抽的都是iPhone 比如说像前面这个 很多抖音直播间 我每个小时抽一次 每个小时抽一次 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大家留下来 看到下个小时来抽这个手机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替代 你说我抽过华为手机 抽过小米手机 你的人气一下就下降了 13号 苹果该发开发布会了 上货 我估计10月份就该上货 iPhone15上来 你到那个时候 比如说我今天想去 送一个奖品出去 或者我想在这个微博上开个奖 你说我开华为跟开iPhone 你开iPhone就明显的是 花的钱少 很玻璃大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社交价值 举着今年新颜色的iPhone 就是尊贵的表现 因为iPhone就也很 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利用这个价值的 所以他们会每年出几个新颜色 因为手机这个东西 特别是你举起来看背面的时候 你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这到底是今年的 是去年的 还是前年的 你分不明白 那怎么办呢 就搞成这样 就是我每年出个新颜色 你只要拿着今年的新颜色出来了 一看就知道 你是今年新买的iPhone 有钱人 一个iPhone Pro Plus要多少 上万了 所以一定是有钱人 在微博上发的时候 他还告诉你 这是用什么手机发的 我是用华为手机发的 还是用iPhone发的 iPhone14 Pro Max发的 还是iPhone15 Pro Max发的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社交上的价值 所以iPhone在这块已经 站的非常高的位置了 没有在国内的所有的手机 或者说个人电子消费品里头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iPhone比 哪怕你说我们有PS5 有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没写 最强就是iPhone 哪怕说我们去星巴克里头 我想去做星巴克氛围组 你也得举个苹果电脑 对吧 你不能举个华为电脑 你也不能举一个 这个什么联想电脑 都不行 只有苹果电脑 叫星巴克氛围组 所以这是一个社交价值 以后官员们可能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中国官员会出现这种表书 每次带一块表 然后带的表还都不一样 还专门有人来去解读 说你这块是什么样的表 皮带哥 钱加 什么包包 你只要敢拿出来 大家就会认 包是值多少钱的 你这条皮带是多少 因为以中国官员的收入 他买iPhone 他其实买得起 对吧 但是他买这些表 他未必买得起 但是你说 你带着表出来了 过来他又换了一块 这事是有问题的 大家就会来查你 那么以后 比如说就会 会不会出现这种 iPhone市长 iPhone书记 一个市长在这发了条微博 结果那微博下的事 这条微博用iPhone发的 那你这事不就没法整了吧 那么以后可能 大家就要顾及一下面子 说我既然已经混到公务员体系里去了 那就用华为来发吧 那能怎么办呢 再下一个问题是安全问题 公务员事业单位 国企领导 禁用iPhone这件事 其实一直都在 大概是我记得五年前就开始传 现在也没停下来 这一次真的是传得有鼻子有眼 从原理上分析 安卓跟iPhone的安全性 还是有差距的 特别是国内的安卓 安全性会更差 为什么 就是咱们不说是真的什么 这个监控软件 什么反诈APP 什么这些东西咱都不研究 咱就说从底层操作系统原理上说 这个两边是有差距的 第一个大的差距就是杀枪系统 什么叫杀枪系统 就是iPhone要求是 每一个应用只能访问他自己的数据 比如说你自己装了一个APP 在这个手机里去 他会要求你在这个手机里开一个目录 你这个应用里头用的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个目录里 除了这目录以外的所有东西 你不能访问 你如果我现在想访问别的 行不行 可以啊 你可以访问相册 但是呢 你必须要再申请权限 你说我现在想去访问一下摄像头 行不行 可以再申请权限 那你说我想访问一下旁边那个APP的 存储的目录 行不行 不行 连申请权限的地方都没有 压根就没有这功能 这就是iPhone干的活 那安卓呢 就不是这样了 安卓是这个应用打开了以后 是可以访问这个手机里边 其他应用存储的内容的 你比如说我在微信里头留了一条件记录 其他的应用上来就可以把它访问出来 看看你到底都聊什么了 头像都访的是谁的 这都可以干 那你说我为什么知道这事 因为我们以前做清理工具的嘛 清理工具你上来以后 你如果不能访问别的那个应用 存的这些内容 我咋清理啊 我咋知道哪个开山哪个不开山呢 所以从杀箱系统这个本身来说 它就是有差距的 第二个就是更新策略 iPhone的更新策略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你比如说我今天iOS出这个16.1 16.2 16.3这样的版本升上升上去以后 基本上24小时 百分之九十几的iPhone就全升了 这个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升级策略 而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什么时候会紧急升级 你发现bug发现漏洞了 它会紧急升级 对吧 那安卓它就不是那么个升级策略 安卓比如说谷歌发现了一个漏洞 行我现在要升级了 我现在把这个安卓的版本升级到多少多少版以上 那它升级了以后谁会跟着升呢 Pixels 它自己出的那些手机会跟着升 跟三星说三星我这发现bug了 我就要出这个新的补丁 你去升个级 三星说你等我做个适配啊 我要把你新的补丁跟我这些手机要适配在一起 保证它没有毛病我才能给你升级 要不然你升级上去以后会有一些适配问题 它就会出这个比如蓝屏了 或者说死机了重启了变砖了 这是有可能啊这是不行的 那三星比如说去适配了 那适配呢 它也不可能把三星所有手机一把都适配了 因为三星的手机之间差也很大啊 那怎么办呢 我先把这个最新的最贵的旗舰机适配了 这个再给你去更新啊 把最新最贵的旗舰机适配更新的这个过程 可能就需要半年啊 谷歌出了补丁之后 三星过了半年 把今年最新的旗舰机适配了 再过个可能两三个月 再把这个去年的旗舰机适配了 就到此为止啊 那你说我非旗舰的手机和这个 再往前买的手机怎么办呢 这个三星人心里也想呢 您不得买个新的吗 以前的我们就不管了呗 你知道有bug有漏洞 我们就不更新了 所以导致什么呢 五哥的每一次更新 它大概过了一年 整整它这个版本发布了以后 一年之后这个更新的百分比 大概也是能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或者六七十这样的水平 所以呢就是它有大量的 已知的bug 已知的漏洞 会跟着你的三星手 跟着你的安卓手机一起跑 而且这个事是无解的 它整个的商业模式 它就这样 更别说国内了啊 国内的这些安卓系统 就更不跟人升级了 所以你国外 比如说一更新了 升级了啊 国内的手机就变得千窗百孔 全是bug 对吧 全是漏洞 应用的分发策略也是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今天要在这个手机里 分发应用了 在这个安卓呢 其实一直都是允许你侧载的 我从应用市场外面去 这个下载应用 都是OK的 特别是在中国 中国没有Google Play 甭管你是华为 小米 OPPO 微博 你都不敢说 说你除了在我的应用商店里 下载应用之外 你不如去到任何其他地方 下载应用啊 都没有这能力 所以呢 就有大量的这种 从应用市场之外 直接从网站上下载的APP回来 那么这些APP的这个 安全性就差的一塌糊涂了 在Google Play上 它的这种APP相对来说 还要好一点 因为它会去检测 是不是换皮包 是不是有病毒 或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它会检测 苹果也是会检测的 但是国内的这些 就完全没有任何保证了啊 云端的这个信息存储方式呢 其实也是有差异的 你比如苹果 就算在中国我用苹果 它都给我存在云上柜州 都是他们一家的 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 你如果说用安卓的 那你真不一定从哪去了 你用小米的存小米服务器 万一他们再跟谁签了合作协议啊 这个事就云端存储 这个事情会变得乱七八糟的 但是你说这些手机 是不是苹果手机就安全啊 在刚才还有人问我说 是不是苹果手机安全 是不是有这个领导干部双规了以后 不愿意把苹果的密码交出来 就怎么怎么样了 你想多了 所有的手机在root 在越狱 在所有的这个叫电脑调试器面前 都是不设防的 千万不要认为 谁的手机就更安全一点 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异 苹果呢 就是root以后 你越狱了以后 它是有痕迹的 你可以认出来啊 你可以知道 你现场把你的东西拿走 没毛病 说我这个手机拿来了以后 我们说这个没有发现你越狱过 这事是不可能的啊 但安卓是可以的 我越狱完了以后 还给你恢复回去 甚至我把这个一些应用 装到你的安卓手机的某一个特定位置里去 它可以实时监控你 让你发现不了 这事是可以干的 苹果这干不了 对吧 因为它操作系统没有提供这些功能 但是你说我这个苹果手机里存的所有内容 所有信息 基本上都还是可以得到的啊 这个千万不要想说得不到这件事 咱们讲讲安全性了 那你说英国人干这活是不是太敏感了 咱们不说中国人干这个事情啊 比如说咱们 不让公务员用苹果 不让特斯拉上这个高架 咱们是不是敏感过头了 英国人是不是也敏感过头了呢 把这个回个国 就把所有的手机都直接销毁掉啊 这个真不一定 因为现在这件事情是什么 它就是缺乏性 缺乏性的情况下 把手机直接物理销毁 其实是最高效 最低成本的处理方式 没有之一 你说这个手机 为什么到中国走了一圈 都在你眼皮底下 它就怎么这么不安全 跟大家讲一个旁边的小故事啊 今年呢 在江苏省振江市啊 就应该是在这个月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小吃店 应该是什么什么牛肉汤小吃店 收到了一张WiFi法弹 什么意思就是牛肉汤店提供开放式WiFi 输入密码即可登陆 未登记用户信息和号码 就让用户上网了 那么这种呢 就直接被当地警察罚了 当然了 这个里头有两件事啊 第一件事是没有进行实名认证 你就让用户上网了 这个事呢 他们警察觉得这事不行啊 你都上网了 还不知道你是谁 这万一你在里头说点什么不太对的话 谁给你背着锅呀 这事不行 另外一个是什么 所有的这种开放式WiFi 所有这种拿个密码就可以登陆的WiFi 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像我以前在安全公司里边上班 就是列宝移动实际上是个安全公司啊 我们那儿的那些安全工程师 或者说你们认为他是黑客也没毛病 这些人是从来不用自己的手机 随便去连别人的WiFi的 因为你一旦连上以后 特别是像刚才我们说这种 你连到了一个开放式WiFi 或者输个密码就能上的WiFi 那么它是干嘛用的 它是相当于在家里头一样 它不是这种访客网络 它是这种家庭网络 或者说内部网络 你一上去以后呢 大家就认为我进入一个可信状态 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随便的去 在这个网上可以找到邻居啊 或者说找到其他的相邻设备 就可以相互访问相互操作了 所以这个过程是很危险的 很多的人甚至因为随便登了一个WiFi 就把所有手机里的秘密全都给人拿走了 这个事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 我记得以前我们一个安全工程师 他呢就跟我讲说 他去印度去开会去了 到印度开了一个会 然后发现这个酒店里的网络 居然是直接输密码就能上的啊 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 他就输了个密码上去 上去了以后呢 就直接破解进入到了酒店的监控系统 进到酒店监控系统以后 他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房间里的干什么 所以就是所有这种开放式的WiFi 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英国这帮人拿着手机 拿着电脑 拿着这些东西进到中国境内来 他就会登陆大量的这种开放式WiFi 那你登陆进去以后 你不能知道说整个这个WiFi环境里头 是不是有一个黑客 在准备破解所有登陆上来的设备 这事你是不知道的 手机本身就是一个千种百孔的一个系统 就是漏洞是很多的 不管是iPhone也好 还是安卓也好 都是有很多漏洞的 他连接到这边的WiFi 会变成什么样 现在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充电宝 我把这充电宝往上一插 就直接破解了 我就可以得到你手机里所有的信息 现在最新的是什么 充电线 我连那充电宝的电池都不用了 我可以把破解的芯片 破解的东西都放在那个充电线里 放在头里头 你只要把充电线往你手机上一插 我就直接开始破解 开始拿你手机里的东西 这些都可以做到 真是我们以前还有人玩过于什么东西 叫无人机WiFi路由器 这东西什么样 很简单 一说大家就明白 把一个WiFi路由器挂无人机上 然后飞到一个 比如说英国大使馆的门口 这个时候 他这个WiFi路由器先去识别 说你英国大使馆的 这个WiFi密码叫什么 WiFi名字叫什么 密码你不知道吗 WiFi名字叫什么 比如说叫什么英国大使馆WiFi 得到这个名字以后 他就会把这个 无人机上的WiFi路由器 也模拟成这个名字 把它变得信号很强 把它某一个这个房间的角落里边 WiFi信号全都给它覆盖掉 当你比如说走到一个房间的一个角落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 你手机上不了网了 你说我也连到这个WiFi了 怎么找我要密码呢 这些人就会想办法输一遍密码 在这个时候 这个无人机WiFi路由器就把这个密码收到了 我知道你这个里边到底是用了哪一个WiFi的名字 用了哪一个WiFi的密码 那下一件事 他就把自己的WiFi路由器关掉 用无人机上的其他的终端设备去登录 用刚才得到的密码去登录你的这个WiFi路由器 就可以进入到你的网络里边去 所以呢 就是对于黑客来说 这个基本上都是不设防的 就算是说我们在英国大使馆里头 做的非常安全的这种防护措施 其实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做防护的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对 那么为什么不用更安全的手机呢 既然都已经敏感成这样了 我们做一个更安全的 比如iPhone不够安全 咱做个更安全的行不行 别费着劲啊 iPhone已经是所有能买到的手机里最安全的了 手机是一种大众消费品 而且有大量的工作 大量的事情需要在上面做 你把它做的太安全了以后啊 这个成本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你需要这个道高一使谋高一掌 你需要把所有的手段都防护掉 哪怕说我成本能接受啊 但是你用户使用也是有成本的 那我要用这个手机 我也需要这个干嘛呢 去比如说对这个手机进行三次解码 比如我给你必须你的密码设到100位以上 我才允许你这个成功进入 那你这个手机谁会用啊 没有人会用啊 因为用户哪谁记得住100位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谁谁记得住这个100位的这个密码啊 搞不定的嘛 啊 所以不可能说通过制造更安全的手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么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 就会产生一些非常可怕的后果 啊 像以前在古代军中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叫什么 叫营孝 什么意思呢 你突然在大营里头嚎一嗓子啊 就是军营 大家都是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住里头 谁晚上做噩梦 突然一嗓子嚎起来了 那以前是遇到这种情况下 直接砍头啊 直接要杀人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这个一个人想起来 喊起来了 其他人不知道咋回事 也会跟着喊 跟着喊完了以后 整个字就要扎营了 你这个大营就不攻自破了 现在呢 其实就有一点点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从iPhone换安卓 是不是更方便监控啊 这个是前两天听到那个散人讲的一个故事啊 说为什么要换安卓 是因为他们认为 安卓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装后门 比较容易监控的 这件事呢 怎么说 从技术实现的角度上来说呢 确实如此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 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干部们 或者说在传这个谣言的人来说呢 并没有想到那么深远的意义 你比如说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把一个照片啊 存到iCloud iPhone上面这个云盘去了 存上去以后呢 iPhone是不会随便给你删掉的 也不会给你隐藏起来 对吧 它就是你的 但是你如果存在安卓的网盘上 比如说你存在小米网盘上了 你存了一个不太合适的照片 小米可能检查一下 直接替你删掉了 这是没办法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咱们对它有要求 你必须要检查这个东西 如果是从你这里传播出去 从你这里共享出去的 它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因为而且iPhone呢 对于监控软件来说 它在操作系统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留这个后面 就是我们讲叫杀枪系统 它压根没留这个权限 权限申请的 iPhone还有一个特别讨厌的地方是什么 它每次都问你 你说我现在想用一下 你摄像头行不行 行 像安卓呢 是它问你一次 你就同意了以后 它就一直就可以用了 你可以把手机 比如说被人拿走了 或者在这个 你不在你眼前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yes都给你回答掉 iPhone不是这样 iPhone是经常会每次问你 你真的要去这个什么一下吗 这个给人用摄像头吗 你还这次给不给 下次给不给 它每次都问你 对于这个iPhone用户来说 其实要更安全一下 iPhone本身对于隐私保护呢 保护的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的 差一点点就把那个谁 Facebook给弄死了 就靠iPhone的保护隐私这个条款 因为他说 我就不把这个手机上的所有的信息发给你 包括这个人是谁 他的手机的唯一标识号 手机号 手机上装了哪些软件 这些东西都是保密信息 我不给你 都算是用户隐私 他也是在干这个事情 他差点怎么把媒塔干掉了呢 这个媒塔是要靠这些信息来去提高广告投放的精准度的 只有投的准了 他这个广告他能卖的贵嘛 但是苹果呢 我相信他也不是说真的要保护用户隐私 他还是有私心的 居心不良 他居心不良是什么 你把苹果如果是可以挑选用户的话 你一定干嘛 要往那个购买意愿高的那个地方去投广告 购买意愿低的用户 或者比较穷的用户 我就不投了 对不对 那么对于苹果来说 那不行啊 你原来想在我这卖苹果呢 你在这我挑啊 把这个个儿大的苹果 把这个好看的苹果都挑走了 让他被虫子咬了 这个没太想开的苹果 你都不要了 这事不行啊 咱们隐私保护了吧 所有苹果搓一大堆 盲选 逮着哪个是哪个 都得去给我投广告去 实际上苹果干了这么个恶心的事情 谷歌跟苹果呢 你说是不是 他就不会配合政府机构 政府机构上来说了 说我现在想查一下谁的东西啊 或者我想监控一什么事 谷歌也好 苹果也好 会不会配合 会啊 绝对会 千万不要认为说 谷歌跟苹果是不会配合这件事 他呢 在谷歌在德国 在这个什么 他也会封进这个纳粹相关的这个信息 但是呢 只要政府你给我下一文件 盖上章 也是清楚 我要封进哪些内容 这个达到什么什么样要求的 就算过线了 你只要告诉我 我就照着办 没有任何问题 苹果也是这么办理的啊 比如说这个工信部给他下一文说 盖上章 说我们现在在整治 什么什么样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要整治 所有用这个拆着GPT的 在境内没有经过审核 没有经过申报 用拆着GPT的 我们都要把它干掉 那苹果拿到这个文件以后 也会老老实实的去执行的啊 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求了 这个APP要备案 你以后没有备案的APP 不可以在中国苹果市场上 应用市场上去上架 那苹果也会老老实实认认真执行啊 千万不要认为说苹果就这个多硬气多那个什么 他就可以啊 把这事就可以顶住啊 是没有这个的啊 问题在哪 为什么他还是喜欢用安卓 不喜欢用苹果啊 因为国内没有谷歌啊 国内安卓就是华为小米 欧口住 微博啊 中兴啊 这这玩 为什么 因为呢 中国有好多事 他是没有红头文件的 就像这一次说公务员不让用苹果 他没有红头文件 也讲不出为什么 但是呢 就是领导有这个想法的一个眼神传递下来 你看你懂不懂 但是苹果跟谷歌这种美国公司就不行啊 他说 我如果真照你这个眼神给你办了 办完了以后呢 你这个下回说你不知道啊 这个事是你自己自行领会的 那这玩意我那给你担折责任去啊 这不行 对吧 你必须给我一红头文件 但是呢 这个在中国就属于无解 我记得当时看谷歌重新发明公司那本书里头写的说这个 说谷歌当时是怎么退出中国的 特别有意思 他讲说中国政府经常要求谷歌屏蔽很多的这个敏感词 谷歌呢 也很认真的你反发文过来 我就给你屏蔽 但是呢 谷歌有时候特别讨厌 他就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屏蔽这个词 他有一段时间 比如屏蔽某一个省的名字 啊 或者屏蔽一些什么其他东西 然后另外呢 你给我一个理由说你你这个屏蔽到什么时间啊 一个是为什么屏蔽 第二屏蔽到什么时间 在中国政府这边他说不出来 我就要求你屏蔽啊 但是呢 这个为什么屏蔽到什么时候结束 都没有 谷歌就在这个地方等于是跟中国政府之间闹的就不是很愉快 谷歌就觉得你让我屏蔽我就给你屏蔽呗 有啥不能说的呢 你就大明大放的给我盖个章 文件给我扔来 我就撞着办不就完了吗 啊 你给我写清楚为啥 万一有人到我谷歌这来投诉 或者到我来起诉我 说我本人信息伤了 我也可以拿你这个东西出来应诉嘛 但这事在中国就无解啊 现在呢 如果大家不用苹果开始用国内的比如鸿蒙啊 就甭鸿蒙了 就是小米欧货微博这些东西 你开始用这玩了 那这个就怎么说呢 他就可以啊 一个眼神下去就可以搞定这件事 而且这个眼神呢 通常还不是需要特别大的领导 可能真的是片井 一个眼神的给你搞定了 对吧 就不需要这个啊 到哪一个处级局级厅局级或者什么都不需要啊 各级领导都可以随时随意的下达监控指令了 而且国内的有很多这个公司啊 是直接提供员工监控服务的啊 而且在AI的加持下如虎添翼 那你说你是作为一个提供这种项目和服务的公司 对吧 那么你会去考察说 你这个公司的老板有没有权利去监控你的员工吗 他不会去考察这件事 只要下单他就会把这东西卖出去 他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 啊 这个东西本来是为了干嘛使能开发这个系统 原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锅炉工值班睡觉的 比如说我是锅炉工 我在烧锅炉啊 但是我值夜班我困了 我睡着了 那么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锅炉会爆炸 所以他们会实时的来监控你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避免这个像刘思熙这样的人 再写出像三体这种书来啊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刘思熙这个三体基本上就是在水电站里摸鱼血的啊 现在有了这种监控系统以后啊 就再也不会出刘思熙 再也不会出三体了 最近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故事是什么呢 有一东西叫员工坟场 也是长见识的啊 我原来从来没听说过或者没想到过 还有这样神奇的东西 什么叫员工坟场 大家知道有很多这个企业是用外包员工的 你外包员工用完了以后 我不要你 我这个项目砍了 我不用了 但是外包公司就要把这个外包员工开除掉 但是呢 又不愿意来付开除的这个费用啊 因为你要把员工离职了 你要费用了 所以他们就会把员工派到一个离 这个所在城市非常远的地方 比如有个五六十公里 把你派那去 派到那去以后呢 靠摄像头 靠手机监控软件来实时监控你 如果你不认真工作 那你就直接被开除啊 你算消息代工 他让给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比如程序员吧 他要求你手抄代码 对吧 有那个程序员听说过 手抄代码这件事吗 给你这个几十万行代码 要求你抄下来 一个字不差 就把它抄下来 没有任何的其他任务布置给你 每天监控看着你 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 手抄代码 是不是可以很好的完成 如果完不成 他就有理由可以不用给赔偿金 把你开除掉 这个呢 就是跟监控相关的事情啊 苹果这块监控确实要稍微麻烦一点 那么后续 就这事未来会怎么办 第一个呢 苹果股价正在下挫 而且下挫的很厉害 两千亿美金就不见了 因为它是个两万亿美金的公司啊 那两千亿美金就不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苹果可能就会认为 它会受到冲击 或者很多的投资者会认为 苹果会受到冲击 苹果是在华为 Mate60 Pro发布以后 就开始在股价就开始不动了 然后现在有这个传闻出来以后 这个股价就开始下跌 那么你说 是不是有人这个故意放了消息 到苹果那去炒这个买跌呢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啊 但是反正不太好操作 因为苹果股价很贵 你要想操作这个人需要巨大量的资金啊 而且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华为呢 本来计划是在9月13号开发会 本来就是练进跟这个苹果找不痛快的 现在美国商务部长来的时候 又没有带来华为想要听的这些东西 那咱就鱼死网破 我把你这个苹果在中国的市场给你搅和了 对吧 刚才我们说苹果去年卖了5000多万只手机在中国 今年我给你在这上咬下这个1000万的缺口来 万一能够咬出3000万缺口来呢 我自己吃个2000万剩下的小米 OPPO Vivo再分一分 大家皆大欢喜吧 来搞这件事情啊 但是这个我觉得后边这个可能性不大啊 华为就算他自己手机的销量上升 苹果销量下降 OPPO Vivo小米中兴这些手机的销量已然会下降啊 因为这个你想想他会转换哪些用户过来 大量的还是这个国内安卓手机的这些用户会转过来啊 真正的果粉啊 真正喜欢用苹果手机的人其实转不过来的 那么后面的苹果的就是 销量能不能起得来 我们还要看 苹果的股价是每一次开发布会都会跌啊 大家去看苹果历年9月份开发布会啊 因为苹果是2月份的发布会 基本上发布什么电脑啊 平板啊这些东西 9月份发布会就发布一样东西 就是iPhone啊 或者可能有的时候有one more thing 有个iWatch什么样的东西 对吧 那么每一年发布会股价都跌啊 跌完了以后呢 他再慢慢的用苹果自己的销量 再把这个市场预期再拉回来 再慢慢拉升 每年如此啊 但是今年有可能够呛 因为他如果把中国市场这个 2000万只手机丢了 或者是3000万只手机丢了 你想靠印度把它补回来吗 太难了啊 印度的这个老铁们 你们要努力了 苹果现在呢 也在努力的搬迁供应链 哪怕上次提姆库克来了 对吧 他去跟一些中央领导座谈的时候 也没有说啊 我们要这个大力支持中国的苹果供应链 对吧 人家也是说我们啊 希望这个好好为中国提供服务 中国好好买我的手机 他也这样玩就玩这儿了 对啊 这个后面啊 提姆库克和埃隆马斯克这些人呢 是不会就一些愚妇愚妇的这种愚处做法 啊 就会发表看法的 比如说 特斯拉在中国其实受到的各种歧视 要比苹果多得多 埃隆马斯克从来不说什么任何事情 咱们就每次来啊 你来了以后谁愿意见我 我就老是见 啊 见完了以后呢 咱们就好好干事情 最多也就是啊 一些新闻报纸说 我愿意去登一下马斯克这个了 马斯克那个了 也就是如此了 啊 但是你说哎 马斯克站出来说 我特斯拉这个 所有数据都在中国 我也经过所有审核了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这个院 不让我进那个院 不光是不让进院啊 大家知道 中国的有一个城市 每年大概有两个月 是不允许特斯拉行驶的 啊 这个这个是 河北省秦皇导市啊 大家猜猜为什么 每年有几个月 是不让特斯拉行驶 啊 你如果在那个城市里头 买了特斯拉 你每年两月不让开啊 大家觉得很开心吧 这个 如果这个事情正式下文了 啊 就算彻底脱钩了啊 各种这个 看新的这个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 这个事了 也难说啊 未必哪天 咱们就不下文啊 这一下文说 谁用iPhone算是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了 拘留15天啊 这个事情 你说有没有可能出现 也有可能啊 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啊 这个因为现在越来越加速嘛 你人家加速了 他到底加速 加速到多快 咱也不知道 而你说如果发生了一些不可抗力啊 这个 这个苹果主动走了 就像现在俄罗斯那样啊 苹果现在不会任何俄罗斯的 境内的设备 和境内的这些人 去提供任何服务了啊 到那个时候呢 就彻底就断开了啊 这个是不是会发生那一步 但愿不会吧 也只能是如此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务员禁止用苹果的故事啊 好